我拍攝的時候我又不是很害怕 因為已經入了角色了 有時拍完回到家想回的時候 就會有些認識來著想一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第一次是主演的電影 第一次是鬼片 還有第一次剪短頭髮 在螢光網上都未知過那麼短頭髮 我覺得其實拍電影和之前電視劇 你問我 我便覺得其實大如小儀 都是演戲的角色 投入了下去 一樣是這麼演的 在電影裡面有一個插曲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唱的 因為我本身這個人 不是以唱歌為主 我也是拍電影為主 所以唱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本身真的唱得不好聽 一個不好聽的人 唱一首歌放在電影裡 接下來誰進去看電影 就會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挺害怕的 有沒有人啊 你好 你好 我覺得我現在大膽了很多 我本身小時候很膽小 甜筒人說話都害怕的 我入了學後便變化很大 現在是說話多了很多 還有大膽了 但是你說去到鬼片 始終關乎這些恐怖的事情 始終都是害怕的 拍攝的時候 在片場上是害怕的 因為很多人 現場有這麼多 crew 有演員有導演 就不害怕了 但是還是那句 一走的時候 回家的路上 回到家便會亂想 我自己本身 的確是一個膽小鬼 我從來都不看鬼片 除非有需要 我本身除了拍這部電影 另外有主持電影節目 也是需要看很多電影 所以我最近就 開始進修很多不同的電影 但是恐怖的事情 我自己都害怕的 但是當時拍攝 其實因為很多人的因素 就不是特別害怕 但我也跟Chiru一樣 自己回到家休息的時候 總是認住 因為通常我們下班的時間 已經是凌晨三四點 其實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很漂亮 我講真的 以前我可能很小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做到這一行 做到無故意 我們覺得自己肯定不差 到你慢慢長大 你在這一行 其實身邊很多人都比你漂亮 其實我是很普通的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的人 是真的留意你演戲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 我不是很介意別人說 你很胖 雖然我也很胖 他會說留意你的樣子 我又很少被人說是花瓶之類 通常他們都會 他不會批評你的演技 他通常都會批評你的外殼 多於你的演技 其實我好像很亂 我也是 其實我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被人說過是花瓶的 我自己是挺介意外表的一個人 譬如我是很容易水腫 很容易肥 我是會很緊張 但是你問我 在這個外表和演技上面 我對演技會比較緊張 我入行也拍了 也別人也拍劇集 一年也拍了七五十圖劇集 什麼角色都有做過 很多是Freshback那些 可能是要求你不太化妝 我也有拍過 我又覺得 觀眾應該是看到 你是有用心去演的 所以我又不擔心 這些人會覺得 是否只有一個外表呢 我覺得只要自己用心去演 就算這次未必是演得最好 別人會看到你是真的有用心去演的 我覺得其實這部戲 他的主題真的說得很適合 連做鬼也沒有位 香港的房屋居住問題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和家人住的 我幾年前就開始獨立 搬出去住 我自己也覺得這個鋪租的 不是鋪租 這個家裡的租金問題真的很貴 而且他不僅是租金貴 你直接走出街買一件衣服 你也是很難去負擔得到 不是負擔得到 但是你要漂亮的櫃 一定會有他的金額是 幾千元 不僅是家裡的主屋問題 整個香港真的有很多問題 其實香港現在真的出現了很多問題 特別是我們鬼妄說這個問題 就是主屋問題 應該會這樣劏房出現 導致大家住到窩居很小 我自己是和家人住的 不會說真的好心感受到要住到窩居 劏房那些 但是這個租金方面 總所周知真的很貴 是慘的 根本就追不到物價 不是 是那個工資 工資追不到物價 你買東西 住屋吃東西 全部都貴 所以其實是慘的 是香港人雜誌 希望 希望多些人看我們的電影 一起拿些感受 感受一下 我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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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